昨天傳出了兩起行李箱爆裂物 分別放置在高鐵列車 以及國民黨立委盧嘉誠服務處 因為爆裂物結構以及內容相似 警方不排除兩起案件是由同一人所為的 而盧嘉誠強調自己一向做事坦蕩蕩 不可能和他人結怨 而兩起案件目前檢警已經掌握了可疑人士 將進行全面的調查 國民黨立委盧嘉誠12號發現服務處門口 放著兩個行李箱 上面寫著供應官聖帝君馬蚁酒的字樣 以為是幫官聖帝君慶祝的鶴禮 打開後發現是裝有汽油的爆裂物 警告意味相當濃厚 昨天下午整間服務處都瀰漫了高濃度的汽油味 根本無法在裡面大概上幾分鐘 調閱監視器發現有位身穿反光背心的人士 提著兩指行李箱 急急忙忙走到立委盧嘉誠的服務處 放置行李箱後就重重離去 立委事後強調並沒有與任何人結怨 而目前警方調閱監視器後也有初步進展 外界質疑這起案件與高鐵的汽油炸彈 結構及內容物相似 懷疑兩起案件是同一人所為 兩起案件有著濃濃的警告意味 也不排除有政治意涵 目前檢警已從高鐵調出監視器 掌握一名可疑男子 警方正深入調查 證明男子真實身份 釐清犯案動機 郵件TV 林彼州 張若瑄 新北市報導 郵件TV 林彼州 張若瑄